冬天阳光 我们重新输一下 我们可以比较的这个色调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可以选一个冬天的阳光的感觉 这底下貌似就不是太好了 这张图片还不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 现在我需要这张图片的一个调子 一个色调 怎么做呢 现在教大家一种方式 方法 将其图片另存为桌面 可以 显示桌面 打开我们的Photoshop 拖拽进来 不要改变任何参数 现在我需要它的一个色调 我对色调不是很了解的话 我需要这么一个色调 我可以拿吸管工具 将其 单击左键 吸一下 它这个灯光的感觉 它这个冬天 暖光的感觉 稍稍偏黄 我们可以把这个RGB值 输入进我们的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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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18161 好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 253 18161 冬天 冬天阳光的感觉 冬天的这个感觉 我们是参考图片来的 是比较真实 其次 这个地方说了 要么按 在坐标没有的情况下 坐标走没有情况下 按住x键或者按住这个键 都是可以的 中间的阳光 我可以在前视图中 对它进行个调节 我也可以在灯光视图中调 我们就在灯光视图中进行调节 首先给大家说过最简单的方法 全部先设置为0 它以内的范围是可以被阳光照射的范围 它以外的是随之它以内的进行衰减 那我将它以内的范围调大 包含出整个建筑古板 这个地方又 我们又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在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说要给大家说一点就是 遇到这样一种情况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 专业的系统单位的调节 首先打开系统设置 这个地方可以设置米 也可以设置为毫米 在这个场景中 我可以设置为米为单位 如果是米的话 那我全都是米 全都是米 它都会以米为单位的 显示0.5米就这么大 我们设置为500米 太大了 50米 50米差不多 这个地方显示为100 我要包含到这个范围 在摄像机这个范围内的东西 我是已经包含进去了 选中 灯光 按住shift加4键 进行一个灯光位置的调整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关掉 菜单面板上的捕捉按钮 让它进行随意的调整 我可以上下左右来回的移动 现在我要锁定 歪轴 所以说我按键盘上的F6进行锁定 锁定完了以后 我要让它直上直下的进行移动 我可以看这样还是不行 对吧 所以说我按F6以后 我要按空格键进行锁定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锁定的标志 锁定以后 我可以左右移动 我也可以上下移动 现在我要上下移动 左右移动 但是我必须要上下移动 那我 垂直移动的话 按住shift键 好 它就只能上下移动了 现在我们将其 移动到这个范围以内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灯光角度 也不像大白天那么高 但也不像黄昏这么低 我们设置为一个角度 我们先作为测试用 任何东西设置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先拖载到这 现在它是这一面是受光的一面 我们来看一下渲染的效果 渲染一下 它的灯光是比较偏黄的 黄一点 因为这是我们参考图片C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 照射进来以后 现在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环境光 把环境光加进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环境光 随便勾选一个 将它的Gi进行打开 之前给大家说过 之前给大家说过 调解的负式乘负式 最小的一个渲染尺寸 不需要太高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大概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冬天雪景的这种感觉 受到这个阳光的照射以后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但是从这张图上来看 基本上整幅图 还算是能够融入到一起 包括天空地面的感觉 都是能融到一起的 只是这个环境光 只是这个主光的颜色 有点稍稍的偏暖了 偏黄了 我们可以将其改掉 饱和度不要让它过高 将其稍稍的 这是敲饱和度 不要让它过高了 有点感觉就对了 这个地方显得又太过于没有感觉了 所以这个地方要 大家要反复的进行调试 直到满意为止 大概是有这个黄光的感觉就行了 好 现在这是我渲染的第一张图片 但是我觉得明暗关系分的不够开 这个时候需要打开M键 将它这个值调小一点 150 先调180 我们再测试看一下 让它对比稍稍明显一点 180就可以了 让它对比稍稍明显一点 好 这张图片 是我们的第一个角度 表现了整个建筑的结构 也表现了建筑的主体 那这个地方是可以的 好 我们可以再次选 选择灯光 进行一定程度的移动 现在我们还是在测光的这个阶段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 进行全方位的测光 以其达到最好的效果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逆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逆光 前方位 低于建筑的物体被照亮了 但是建筑的主体没有表现出来 建筑的结构也没有凸显出来 所以说这个光线或多或少还是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进行测光 对这个灯光再进行测试 从这个灯光过来看的时候 这个建筑的主体也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 它表现的是建筑的一个面 这对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表现 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是因为它大面积都是在阴影底下 都是在暗面 现在我们再次进行测光 全方位 全方位进行测光 再来看这张 再来看这张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这四张图片 我们可以通过测光来比较一下这四张图片 我们分别用排除法来看一下 首先 这张图片的灯光是不可取的 它的明暗关系 交界面已经没有了 分不清楚明和暗 所以说这样的图片 作为渲染来说 和作为动画最后的单身来说 是比较糟糕的 所以这张图片我们可以取消掉 它是不合适的 第二张图片 这张图片来说 前景被阳光所照射到 这是有一个有感觉的图片 但是它的建筑的主体没有凸显出来 表现不出建筑的主体 这张图片也是不可取的 现在我们对比看一下这两张图片 首先这张图片是 从摄像机的侧面 斜侧面打过来的一个灯光 并不跟摄像机不是成一定角度 不是成一定方向 是成一定角度打过来的 它诠释了建筑的主体面 包括一些细节的感觉 都是有的 算是一张比较好的一张测光的图片 而这张图片 我们也不能说它很差 它从建筑的斜侧面打过来了 侧逆光 我们刚才说了 要表现建筑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的建筑 我们不需要表现它大面积的主体面 需要从一个侧面 来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光 让它感觉看起来 更有感觉 冬天需要一种feu在里头 但是这个光线的感 这个光线的角度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因为它大面积都处于暗面之中 还是不是太合理 只是说它有亮点 是在这儿 但是也没有很好的表现出建筑的主体 这两张图我们可以分别再次进行测光 现在我们将其关闭 很显然这个灯光是不可取的 这个灯光也是不可取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是否能够给它变一下 现在我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说照射到的 再变一下 再次进行渲染 尽可能的让它多数的照射到我的整个主体建筑上 现在 普遍是我把灯光角度抬高了以后 它普遍偏中午的一种感觉 阳光是可以被照射到这些地方的 因为它已经偏中午了 这种感觉 但是很显然它的主体面和它的正侧面 都没有分得很清楚 所以说是这样的角度也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是太可取的 我们再微调一下 这样的感觉是不对的 这样的感觉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测光效果 将其光纤缩小一点点 让整个冬天更有氛围 整个冬天更有氛围 再次看一下 这张跟这张相比的话 这张过于亮了 这张过于亮了 这个不要 将它的摔点范围调大一点 比较适合表现冬天的这种气氛 再摔点范围调大一点 让这个地方充分的被阳光所照射 照射进来 这样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张 这张属于一个完整表现建筑结构 但是没有一点冬天的感觉的 这样一张图 冬天的感觉来说是比较阴沉 它的阳光照射的建筑的主体 不是很多 这样适合表现出我们的 这种感觉 冬天的这种气氛 氛围出来 所以说在这一个灯光上面 我们有一点 就是有争议的就是 大家会觉得这样一张图片的话 这个灯光的角度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这样一个角度做冬天的感觉 是不是太 不是太好啊 这个通过多年的制作经验来说 的话不是太好 这个如果我们做的 天气时段 如果不是冬天的话 如果是其他天的话 应该问题都不是很大 那作为冬天来说 我们还是希望 它能够表达出冬天的那种冷军的气氛 冷军的感觉 所以说这张图 包括这个灯光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pass调 进一个pass 接下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最终我选的灯光的角度 是打的一个撤离光的角度 我需要表现的是 这一个面 包括这种建筑的 背侧面的这种体 体量感觉 然后通过环境光照亮前景 通过环境光照亮前景 然后摔点范围是比较大的 内圈以内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内圈以内的东西 只是这一圈被阳光照亮 那就说明这个天 表达的是一个冬天 天气比较阴沉的感觉 好 相反的 随之而来的 它这个摔点会比较强 从这个地方到 它这个地方摔点会越来越强 然后到了这会越来越弱 先强后弱 所以说这一节的感觉 我们渲染出来的也是 啊 到这慢慢的这个强度 跟这个强度就不一样了 啊 这个感觉是 可以被允许的啊 做这样一个 而且前景多多少少的 还会有点阳光的 感觉 不是太多啊 只需要照射到就可以了 所以说 在这一章节中 对灯光 打法有很大争议的同学 可以下来问我 我再给大家讲解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接着进行下一步的制作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材质 作为一些基本的调节 做一些材质的最基本的调节 首先介绍一下 主体墙面材质的表现方法 大雪过后的墙面 一般都会有残留的一些冰渣 或者冻霜之类的东西 所以原本很干净的墙面 会变得更加丰富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到 本章节 所要重点表现的一种材质类型 不愣的材质进行调节 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先把主墙 用吸管工具吸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一章节中 这个现实我们都不要 我们可以重新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方法 不要这个材质 首先大雪过后 墙面上会有一些 将就不堪的一些 雪景的一些东西 就是包括一些雪的融化物 包括一些雪的残渣 之类的 我们可以用不愣的材质 将其作为更丰富 首先我来说一下 不愣的材质的调节 首先将材质类型 选为不愣的材质 不愣的 B2 END 不愣的材质 它是一个混合材质 大家记得 它是一个混合材质 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Merture 1 和Merture 2两项材质 可以通过下面的 Mask贴图 进行一个黑白关系的 一个置换 最终的材质球 会在Max中的黑色区域 显示Merture 1的材质 白色区域显示Merture 2的材质 如果存在灰色区域 那么就会显示Merture 1 和Merture 2的叠加材质的效果 现在怎么理解 在Merture 1的时候 我可以设置为 是墙面的一个材质 假设我墙面的材质 设为 黄色 稍稍偏黄一点的颜色 稍稍偏点土黄的颜色 对吧 土黄的颜色 墙面的高光和 高光范围 我们都可以稍稍的给一点 并且 墙体的